大家好 欢迎来到地理资料与地图视觉化的选修课 我是哲伟 也是这个系列的讲师之一 我首先这一堂课作为系列课程的第一堂课 想跟大家说明一下系列课程的安排 还有预计可以学习的项目 我们首先在小学校的讲师页面这边 还有课程介绍内容这边 我们可以很快速看到 在地理资料的部分 我们其实特别是想邀请不同部门的朋友 一起来组成这一次的课程 举例来说像我们的讲师第一位像Ronnie 你本身是民间的资料工程师 蛮擅长于把资料处理资料的内容 甚至地图视觉化 那我本身是在一些空间规划的行业工作 就相对会了解一些空间规划相关的议题 或者说相关的资料集本身 那第三位像Ronnie 其实他有点代表说农委会水土保值局 技术研发小组这样的一个部门 一起来参与这一次的课程 那主要是水保局的技术研发小组 近年有在开发一些像卫星影像的运用平台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历史灾害影像的定位的平台 那这些其实透过这样的平台的架构 让我们可能对卫星很陌生的朋友 透过他们平台很好上手认识到卫星资料 所以我们邀请工部门在做这种图台服务的经验 然后图台服务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地理资料的应用功能 也请他们来做介绍 那第四个部分是包含Deeper 以及农地违章工厂回报系统的 更多的专案开发的参与者 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Disk Factory 的一个公民科技的专案 那Deeper本身是认识在地球公民基金会 所以对于这样的NGO的组织 环境议题的组织 怎么样跟GNV的社群朋友 一起来协助一个专案 那特别是这个专案可以结合在 议题的倡议的推动上面 那这部分的过程还有开发的经验 还有不同技能的朋友 包含资料处理的技能的朋友 还有设计行销推广的不同领域的 专业朋友都可以在这个专案发挥到他们的所长 所以我们大概通过这样的讲师群 各位看到就有比较偏向地理资料处理 资料视觉化 还有就是公部门跟民间组织的这样的一个代表 以及背后的社群一起来组成这一次的课程 那我们的课程主要的共笔文件 我们采取的方案是 我们把可能会提到的内容 会需要大家来参考的事项 说明还有作业都会整在同一个网址上面 那你可以key一个叫做htt.g0v.hackmd.io斜线 那就是现在这一串网址 那点击进去之后呢 它的首页应该是可以到这个 叫做地理资料与地图课 那它的大标题叫GIS地理资料应用 那我们这一堂课其实就算是 五堂课里面的第一堂课 所以我们待会我会介绍一下 这整个五堂课的一些进一步的细节 那首先呢 在这个画面上面 左手边是我们的导览列 就是我们你可以把它想象 它是一个书本或资料夹 所以它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收入了很多的页面 那左手边这边 你可以看到有些拉罢的选项 就是我们这些不同的文件 所排列在这里 那特别在夏日原理课程 2021年7月份的这个段落 就是我们这五堂课的 各个专属的课程页面 我们现在是在introduction 地理资料与地图课介绍 这个页面中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个五堂课的一些系列安排的内容 我把萤幕放大一点 那其实 整个五堂课 我们第一堂课会做一些介绍 特别在 我想地理资料跟地图应用 特别是从案例来看看 到底什么叫做地理资料 什么叫做线上地图 所以透过地图的案例来 带大家建构一个地理资料应用的一个想象 那当然延伸会稍微介绍一些 可能有些地理格式的一些术语 或者用词 让大家比较稍微不会他们陌生 那不过我想细节上都是透过 二三四五堂课等等后续的工作上 其实大家会越来越熟悉这些用语 所以在第二阶段 在第一堂课结束之后 我们有准备两个 是比较针对资料视觉化工具的课程 第一个是介绍线上协作的工具 就是我想要发起一个专案 我想要画一些地理资料 那这件事情 我也希望别人可以跟我一起合作协作 发挥GNV协作专案的精神 那这时候什么样的工具可以让我来参考 让我来使用 有没有一些案例 所以这是第二堂课 我们会介绍的线上协作的地图工具 那第三堂课呢 Roni会来介绍一个叫做QGS的软体 那QGS软体其实它是一个单机版软体 但是它是一个蛮强大的一个地理资料处理 包含分析的一个软体 所以我想我们也期待 有一些资料议题或资料的任务 我们可能还是会仰赖QGS这样的单机软体 先处理到一个程度 再来看看我们要怎么样透过线上地图把它公布出来 所以这两堂课集中在就是资料视觉化 还有协作化的一些工具介绍 那接着第三个段落跟第四个段落 就是刚才我提到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个 比较不一样的部门组成的一个讲师群来分享 在水土保值局技术研发小组的部分 他们会介绍BigGIS卫星影像图台 跟历史影像定位平台这两个服务 那顾名思义像BigGIS卫星影像 等于是水土保值局呢 他收入了很多的国内外的卫星影像 无人机所拍摄的航空摄影等等的资料 他们整合在一个线上图台 方便一般民众 学术单位 这就是大家可以很方便去看到这些影像的资料 那图台上面还提供一些卫星影像 特别是可以再进一步分析的 例如说针对一个范围 我想要知道哪边有植栽 哪边有光合作用比较旺盛的地区 其实在图台上也都可以来做这样的一种线上分析 那第二个部分历史影像平台的部分 它是比较针对我们很多的历史照片 那历史照片除了我们看到它的一些年代叙述之外 它到底当初是在哪个角落往哪个方向拍摄到 那这一部分如果可以把它资料化或者地图化的话 其实就可以做一些古今对照 特别在一些灾害的发生前发生后 或者历史上发生过灾害的地方 我们现在也发现到他们有一些灾害的课题 那这时候过去的灾害影像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来源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第四堂课 应该说是最后一堂课 第五堂课 有邀请到地球公民基金会的Deeper 还有文章工厂专案的参与者们提供专案的开发经验 回到GNV社群 我们怎么样在一个专案的架构下 运用地理资料 地图 资料库的服务 还有设计 行销等等不同专业来组成一个专案 那我想Disfactory这样的专案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历程 让大家了解这样的过程 还有他们的成果 其实这个一到四这样的一个铺层 从资料工具图台专案的想象 我们期待选修这一门课的同学 其实你也可以来想想看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主题想要做的专案 那我们随着这个三周的时间 我们会引导你去想一下你关心的资料主题 有没有资料 或者是进一步你想要用什么样的图台 呈现这个资料 那再进一步 例如说你是一个想要做地图服务 像是这个BigJuice 像是历史影像这样的 让更多人用你的平台来发挥一些功能 或者是说像Disfactory 它其实可以发挥一些倡议的角度 去让一些行政流程可以优化 那民众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去发挥通报举报的一个行动 这些的类比也期待你 开始在这三个礼拜去完成一个提案的构想 或者雏形 特别在8月14号 整个小学校的最后一天 我们有安排一个叫夏日黑客松 那这时候这个黑客松就很适合 把你的构想在黑客松上面 去做promote 就是做简报 邀请更多人一起来协作参与 那也特别预告一下 在下半年我们还会再启动 临时小学校2021年到跨2020年 22年的一个demo day的增进的活动 那也就是大概 在透过一个比较陪力士的过程 期待你把黑客松的构想 8月14夏日黑客松的构想 更进一步往下再推动 那以上大概是我们这边 整个地理资料课跟地图课 所安排的一个节奏 资料工具专案的这个历程参考 然后过程中引导你去发展 你想要做的地理资料的专案 那不过我们还是回到 就是从整个课程的一个系列来说起 就是说毕竟地理资料 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那线上地图又有哪些案例 因为这一部分我们这一次的 第一堂课的座位 就会邀请大家来找一个 你有看过的 或者你觉得还蛮有趣的 或你很关心的线上地图的案例 那请你来描述一下那些地图 你觉得有趣的点在哪里 或者你发现到它信用了 什么样的资料等等 或者它解决了什么议题 所以我很快带大家看一下 在整个画面 资源共笔的页面上面 如果你到导览列这边 左手边你往下拉 会有一些 有一个段落 叫做资源 欢迎共笔跟新增 这边前面有一些是 我们这次系列课程 不会介绍到的工具 我们也有放在这边 例如说Carto 但再更往下一点 有包含例如说 写程式处理地理资料的页面 或者是像这个Case 地图应用案例 那在这个下面 其实都是很多的 地理资料的应用案例 包含有地等通报的功能 到一个地方去通报拍照 这一类的专案功能的案例 我们也收集在这个页面上 那下面有包含像 整个全球尺度的主题地图 或者是特定城市 比如说伦敦这样的一个城市 或台北这样的城市 比如说他们的建筑物的 屋灵的地图 这也是一个 我放在城市主题地图里面 还有一类 我们刚才有介绍到 水土保值局 他们在推广这个卫星的应用 那卫星它除了这个 让我们人看得到 地表的现况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样应用的方向 在这个页面 我们也有收集很多的 卫星图字的 不管在学术上 或者在公共行政上 或者甚至在商业上的 一些应用案例 最后呢 过去在GIS的领域上 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偏向 环境啦 或者是环境科学类 那不过近年 其实很多的公共社会的议题 还有社会应用的领域 其实都有在运用 那我们待会 我在简报里面 也会再介绍一下一些案例 让大家了解 也就是说 这边是可以让你去参考说 你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个 你可能比较有兴趣的 这个地理主题的案例地图 然后你可以作为这一次的作业 最后的部分我会往待会再介绍 所以我们很快来看一下 所谓的地图 或者线上地图的应用 大概长什么样子 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这个是 我们点击这个Case 地图案例 这一部分的页面 你会看到现在的画面 我这边其实这个页面 就是很直接的把一些 线上地图的成果 放到 迁入到这个HackMD上面 所以你也不用特别点开来 其他页面 你就很快速的可以浏览一些 刚才提到这个所谓的线上地图 是什么东西 举例来说 我们就顺着这样的页面来看 第一个我们放入的是一个叫做 台北市的建筑屋年龄地图 就是屋龄 这个屋子它已经几十年了 那这个是Ronnie的制作的一份地图 OK那回到这个题目 建筑屋的屋龄 那我要怎么知道 所以那时候他就去找到 台北市的建筑执照的记录 还有就说这个建筑执照 它需要位置 所以他有把门牌 门牌地址 把这样的两个资料做整合 那依照建筑执照 因为建筑执照会记录 这个屋子里面 这个一些材料 还有这个新建的年份 所以就可以对照现在的时间点 来推算 计算出它现在的屋里 所以它在视觉上 它透过一个线上地图 滑鼠这边你可以看得到 可以缩放到更进一步的尺度 那不同的颜色 它就取了 例如说深色的 可能有特别印的这样的一个年份 那能定位出来的 它们就尽量依照门牌的位置把它定位出来 所以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不同年份 怎么样的分布等等的一些观察 所以这是一个乌龄的年龄地图 也就是说这样的地图 它有一个资料 例如说执照门牌地址 然后它有一些演算 例如说要从执照里面的新建年代 跟现在做一个计算 才会知道它的屋里 然后最后它选择这个叫做Carto的一个服务 把它做成一个线上地图 分享给大家来看 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资料跟地图的应用 那Ronnie自己也做过一个叫做3D近似建筑模型 并套叠土地使用颜色的这个地图 简单来说就是台北市政府有分享这样的一个立体模型 其实资料 地理资料还有一个向度是高度这个向度 那特别在这种资料内呢 它其实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建筑物的量体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屋子的 靠起来有一个斜斜的角度去看出它的楼高 那颜色的部分 Ronnie也是有描述到说它是套叠土地使用的颜色 所以黄色其实是住宅区 红色就是商业区 那紫色的话以常见的配色就是学校 那一样它也是透过一个线上的服务的城市开发 把它做成一个线上地图让大家可以浏览 那也是延续这样的立体的维度 也有一个朋友叫Sweet Cow 他把也是政府公布的这种地形的资料 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它是阳明山的一个地形 你可以看得到有山丘有河道河谷 那他把这个地理资料 因为有高度起伏 所以他去读取它的高度 呈现成一个地形的样态 那他使用的是一个叫做QGS的软体 其中有一种有一个套件 那辅助这种有高层的资料 可以做成一个立体的景象 所以这也是一个算是资料视觉化 特别在高度上的应用 那最近我们其实也有看到一些资料集 像是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是叫 日夜间人口的统计地图 那这个是有另外一位江明中 社群朋友他所制作的 就是说我们常常知道我们这个户籍人口 这个行政区有多少户籍的人口 可是实际上户籍人口跟居住人口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特别在一些都会地区 很多的工作或居住人口 他的户籍地可能不在当地 那怎么样去了解这样的人口 实质人口跟日夜间人口的分布状况 所以近期内政部就有首次发布 一个叫电信信力的人口统计 这也是一个算是有地区分布的统计资料 那江明中他就把这样的资料 用他的地图图台的技术 把它呈现在一个线上地图上面 所以其实这整个页面 我想还有很多很多的地图 例如说跟现在比较时事相关的 像这个本土病例统计的地图 也是江明中的一个作品 运用卫府部所释出的资料 去统计现在某一个行政区 他的病例数 那像是画面上 大家看到这个新冠肺炎 本土案例的足迹 那这个图台的技术服务 是有一个叫民间的 瑞郡科技所建制 那资料的来源 就是说足迹毕竟还是要有资料 所以是由一个民间社群 每天在整理官方所公布的 确诊者足迹的地理资料 那其实如果各位对确诊者足迹 大概有了解的话 政府通常就是公布一个图片 档案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文字 但是可能我们就需要用人工的方式把它输入成一个资料格式 方便甚至要进一步帮他找到一些坐标位置等等 才能呈现成现在看到的地理资料的形态 那进一步来说 如果资料其实它有一些演算的可能 例如说我们现在画面上分享的这个叫做公共运输显微镜4D 也是一个民间的新创公司所制作的地图 其实它就是一个考量到更多种的运据 包含火车U-bike 走路等等 那它可以让你在这个画面上去 分析一个就是 我也可以花多少时间做一个导览的时间 路径导览规划的时间 那我想细节上其实大家都可以去使用看看 就是它可以基于你的运据选项 然后还有一些服务的范围 去很快速的告诉你半个小时之内 你透过不同的运据你可以到哪里 最远到哪里 例如说假设你今天在台北 在火车站附近 那或许透过半个小时 你其实可以到更远的地方 但是你如果用走路的方式 你可能只能走可能几百公尺 或者几公里这样子的范围等等 这其实就是基于它背后有很多的地理资料 还有一些讯息来做演算 或者像是现在画面上看到一个新竹车货地图 那这个是由沐约跟柯伟然这两位朋友去建制的 其实它是把新竹特定年份的车货地图 车货的点位 特别在一些致死率或者没有致死率的一些车货资料 做一些分类 然后呈现在地图上面 那你如果可以点开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还有一些发生的时间 就是在凌晨发生或者在下午发生等等 它其实就背后开始有一些资料分析的一些可能性 那再来我介绍的就是有一位社群参与者叫Richard 他最近做了一个叫人行道的开放资料地图 所以他是把内政部有公布的人行道的资料集 呈现在地图上面 同时间它也套叠像树冠 就是有树印的这些面积跟人行道 如果相互套叠起来 有人行道树冠的 有树印的人行道 那其实是哪一段 或者没有树印的人行道又是哪一段 其实就可以做一些资料的套叠的呈现 那这个违章工厂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中一个讲师群 所完成的农地违章工厂举报平台 那他们把全台湾的违章工厂的点位都呈现在地图上面 所以就可以进一步看到特定的工厂的讯息 下一个地图很快介绍的是 这个叫大和小西全民奇督工的地图平台 那由燕慈任祥还有主委工作室所建立的 那从文字来看 你也可以观察到好像是跟河流相关 也就是说他们进一步把全台湾的河流呈现在地图上面 同时间他们比较关心的是 这个河流近期有没有什么样的施工的工程 公共工程或者开挖的工程等等 那这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资料集来源 他们希望整合在一起 所以可以让一般的民众很快速的看到 某一条溪流 它的最近有没有发生 或者在哪个位置有发现到一些改善工程 等等的讯息 OK那Initialist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呢 就是一个是以生物调查为主的一个 拍照上传的一个程度地图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 我们到一个户外空间 我们看到一些生物 不管是鸟类或者是植物 我们拍照 拍照的时候手机都有一些坐标系统 所以就会知道拍照的位置 那Initialist就是希望汇整大家这些有经纬度 有坐标的照片变成一个全球的生物调查的一个资料库 那我在画面上迁入的是我跟其他朋友有运用他们这个 Initialist的这个资料的资源所建立的一个特定的范围 当时我们比较关心一个特定的一个公共设施的绿地 所以我们就建了一个叫做杂道交流道的一个样区 那在这个样区里面 我们一方面我们自己的上传的照片 我们也会把 只要是在这个样区里面曾经上传过生物照片的资料 也会整在这个专案页面上面 方便我们去了解说目前这个样区里面 有被调查过的植物大概有哪些 下一个地图介绍的就会是开始比较请教的是 卫星影像的资料应用 那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概就是桃园市区 红色的部分是卫星的图资 他认为说这边都是比较没有光合作用的地方 然后左手边看起来都比较多绿色的地方呢 是他判断那个光合作用比较旺盛的地区 所以这是一个叫做NDVI的演算法 那基于使用这种卫星遥测资料来做一个研判 所以他可以比较很快速大面积的进行国土尺度 哪边有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旺盛的强度的一个初步的 算是普筛性的一个成果 那有幸运的朋友都可以再点击到这个台湾好实地的社群 去进行一些交流或了解 那其实我们这个夏日课程其实也有一个系列的课程 是维基百科的条目 那我们可以很快的设想一下 维基百科其实常常会写一些地标 当这个地标如果发生 发现到有一个地点 那其实好像也可以摇升一遍变一个地图 所以维基百科的这个叫做Wikimap的服务就是把 有地点经纬度的维基条目标注在地图上面 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很快速看到 像台中的市区有哪一些地方其实都有被写过维基条目 然后他大致上的条目的名称是什么等等 那再介绍一个叫台北市市有闲置空间的整合查询平台 那这个还蛮特别的是这样的一个地图服务 它是呈现比较低度活用的或低度使用的公有资产 邀请民间的社群来做火化 那同样这些资产在哪边他就需要一些地图 所以你在这个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些资产的位置 就是现在这些有icon的地方 其实有一些是polygon的 有一些土地的样态 它的图示比较小一点 那会怎么会特别介绍这个是 其实它是一个市政府跟GTV民间社群 互相协作的一个结果 或协作一个专案 那其实过程的历程 我这边就不详细介绍 我们有附上整个大概两三年历程过来的 这个协作的历程的一些文件在超连结这边 大家也可以参考 也就是说其实 民间在发想一些专案服务的时候 是有可能跟工部门的议题业务做一些合作的 那这个台北市的其实地图服务呢 之所以有这样的城市码或网页可以使用 也是在于说社群有一个专案 是比较早期关心工有土地的议题 所以当时为了要呈现工有土地 也就开发了 其实看起来网页版型非常相似的这个网页服务 所以民间社群在2014年做了一个 叫做天龙特工地的地图服务之后 在大概2016年2017年的过程 还有到2018年 其实市政府也想说 那我自己也有很多资产 我就可以拿来做一个业务推广应用 那当时也可以也直接fork 或者就是沿用我们民间社群的模板 来做这个业务的网站 好 好 以上讲了那么多就是很想 想要很快速让大家看到说 这些所谓的线上资料 地理资料 然后线上的地图 实际上大概 虽然大家的呈现方向 或者呈现目的都不太一样 不过你大概可以看到 让网页的使用者可以知道位置 然后知道一些资讯 透过地图的方式 这个大概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则 那细节其实就会看每个地图的专案 不管它要用到什么样的 比如说河川资料 或者工厂资料 那进一步再做一些地图的开发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导览列这边的全球主题 跟城市主题的地图 那我们点选了 全球主题地图 我们看一下这个页面上 所收集的案例类型 那这是比较早期的一个文件 那当时是用HackMD HackPack来做整理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大概有一些 次标题跟指标题 就在全球指标的地理资料的主题上面 例如说跟天文相关 跟气象 气候 还有气体 温室气体等等相关的议题 的地理资料的主题 我们就放在这样的一个类别下面 所以其实 你如果这边在画面上右手边 你会看到它有一些 次分类 所以还蛮多样的 那也欢迎就是 如果大家有看到一些新的 有趣的一些地理主题的案例的话 也可以都再放进来 那我这边举一个案例是 特别在这个天文跟太空设施 比如说我现在开的叫做 Stuff in Space 这样一个这个算网页 那Stuff in Space 意思是说 它把地球上 地球跟外太空 现在正在有的这个 运作的卫星 或人造的设施 呈现在一个球体上面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线条 其实就是不同的 可能卫星设施它的轨道 那它点选任意一个 它就会有一些基本的资讯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在 就是也是一个地理资料的应用 那它是以球体的方式做呈现 但它背后就需要一些程式技术的开发 所以如果点击这个about的话 除了一些简单的介绍之外 你会看到它的GitHub的程式码 所以如果您对于程式开发是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看看它的程式码 在GitHub上面 那我们到程式主题地图这个页面来看一下 这个页面所收入的类型 基本上城市主题 你可以想象大概就是台北市或伦敦市这样的尺度 那通常在城市尺度的主题的地理资料或议题 就是比较多元一点 那举例来说像很多城市会去把建筑物建档 就是有建筑物的资料 那有建筑物的资料 其实就可以做很多的应用 例如说有很多的城市会做这个建筑物年代地图 像我们刚才一开始有介绍 台北市的乌龄地图 那你有乌龄其实也可以有点动画 就是哪些建筑物是什么年代建构出来的 那你可以看到城市的演变跟扩张 那一样在画面上右手边也还有很多的子分类 例如说土地使用分区的地图 或者建筑物高度的地图 日绕阴影的地图 那也有一些比较不同观点 例如说声音的地图 这个特别的可能是生物的声音 或者是城市的声音 它都有一些位置 它也都可以变成一些地图 那这一部分我举伦敦的一个案例来介绍 像现在画面上打开的就是 伦敦那边的建筑物的资料 他们做成一个网页 让大家看得到建筑物的立体的样子 所以你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到 有一些的楼高 楼层的样子也是不太一样 那像这一类的 其他程式的或者等等相关应用 你都可以在刚才这个程式尺度的主题地图 这边找到 那我们最后再来看 这个GIS社会应用领域这个页面 那这一部分呢 那点开来之后可以请大家去找一个叫做应用领域 点击应用领域之后呢 我们有整理了 比较是从社会人文的面向来整理所谓的地理资料 地理资讯系统跟社会人文的学门领域之间有没有什么样合作 相互发挥的一些案例 以及相关的论述 所以应用领域这边我们搜集的包含像历史学者 或者像是考古学 那当然像空间规划 都市的社会学等等 进一步更应用在社会公共政策上的像社会福利的决策辅助 教育类跟医疗类的一些议题上面 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地理资料跟这个地图应用的可能性 那我这边点选一个叫做 台中高龄者生活场景就是 城市对高龄者友善吗这样的文章 这是由一个叫IVC的一个民间社群所整理的一个 算是民间研究的文章 你在这边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命题就是 他们想要了解空间的角度来看高龄者 长照跟医疗 是不是已经还足够了 或者还有什么样的议题可以优化 在文章里面他们就会分享 他们在观察的样区 运用什么样的资料 例如说人口的资料 或者像长照机构分布的位置 公园分布的位置 或者像他们还进一步去访问 许多的年长者很喜欢去庙宇 或者活动中心 那这些都有一些地理资料可以去使用 所以在这两篇文章里面 你会看到这样的命题 怎么样透过地理资料的角度来做分析 也推荐大家来了解他们的一个研究方法跟成果 那以上是我们第一堂课很快速介绍 关于就是什么是地理资料 线上地图有哪些案例 其实我们还没有真的很仔细的去聊地理资料 我们会预计放在第二堂课 这个协作地图的部分 我们会更进一步大家把资料打开 然后上传资料 所以刚才的段落比较希望 从线上地图的具体案例 或者研究领域的具体案例 大概可以建构线上地图的一个应用的可能性 那我们收集了很多的案例的类型内容 我们都可以在这边左手边的导览列这边去做一些查询